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8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農曆年7月16日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國際時事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繼續 討論俄羅斯 俄羅斯的內訌 越來越明顯 最低限度 有不少 是俄羅斯的軍方人員 也對俄羅斯的指揮 是極之不滿 打俄烏戰爭打了那麼久 其實應該大家清楚看到 俄羅斯是一個何等 是垃圾的國家 而且這個國家不單是垃圾 更加徹底 視人命如草芥 你看一下俄羅斯的軍隊 對自己人的殘忍程度 你就知道 對軍隊也那麼殘忍 你更加不用注意 他會對 人物 會寬鬆 這一節我們要 跟大家揭露 到底 俄羅斯有沒有機會 動用 大殺傷力武器 我這裡說的是大殺傷力武器 是戰術核彈 如果你之前沒有聽過我們節目 我再補充 我們說的戰術核彈 是跟我們一般 平時說 核子互相毀滅 的核戰 是不相同的武器 雖然大家都是核彈 一般說國與國之間 例如美國射 洲製彈道導彈 射莫斯科 莫斯科射洲製彈道導彈射到美國 這個是戰略核武 我們很認真地評估現在的時勢 再加上俄羅斯這邊的消息 去做出詳細的判斷 正如我今天和大家討論 各個話題的時候有一個主要的主子 就是你看問題 不能夠只是看自己主觀的位置 你必須要 在心目中有一個分身的 那個分身的位置不相同 你要想一下到底一個客觀的自己 到底怎麼評估 所以我也 不騙大家 你說我完全 有沒有考慮過英國 有沒有機會中核彈 這件事 我的評估 這件事的可能性絕對不是零的 但是的確可能性不高 有幾個原因 第一 俄羅斯 一直都是用核子來威嚇 但是 沒有打算使用 普京基本上已經 把這件事寫在自己的臉上 當然 這個 仍然不是零可能 如果你看回局勢的情況 如果現在 普京是動用戰略核武 對進歐洲的國家 基本上也沒有辦法扭轉 他現在被入侵的事實 如果你去攻擊 歐洲國家 基本上你是100% 信心保證 是保證俄羅斯會遭受核子反擊 所以 根據目前的情況 評估 我們真的看不到 為甚麼 俄羅斯 需要在現在 動用戰略核武 好了 我們剛才所說的是戰略核武 但是如果換了戰術核武 就是 小型的核彈 戰術核武 就是將原子彈 變成更加小型 威力更加小 即是說 他成為了在戰場上面 可以有機會 直接使用 戰線上面的武器 所以就叫做戰術核彈 不再叫做戰略武器 在古代 或者一兩百年之前 或者不要那麼遠了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嚴格來說是沒有分戰略武器和戰術武器的 因為 全部都是戰術武器 自從人類有了核彈之後 就不相同了 因為 核彈的威力 可以瞬間使得 敵對國家的主要大城市 徹底瞬間遺滅 自此開始 人類也知道 武器太危險 所以大家的共識 就是 一定要盡量避免 爆發核戰 但是 人類基本上 尤其是這些邪惡國家 通常 都是把劣根性發揮到最極限 這個俄羅斯的軍官是出來爆料的 說俄羅斯 現在的立場是絕對 是打算放棄 富爾斯克的 他們也 不畏然出來爆料 說跟整個俄羅斯的相比 富爾斯克 和富爾斯克的人物 是完全 是不被重視的 也就是說 俄羅斯 是會全面毀滅 富爾斯克 相當之恐怖 烏克蘭也已經做了反應 早就 被富爾斯克佔領區的人物 選擇到底是回到俄羅斯 還是立即成為 烏克蘭公民 然後進入烏克蘭境內 好了 按照俄羅斯 現在這個說法 他 有以下最少兩種做法 不過當然 實際的分別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動用戰術武器 戰術核武 當然 世界 反應應該會相當之大 但是 實際上俄羅斯想做的效果是一樣的 就是被佔領了的地方 他們會不惜一切 將他炸過蘭巴希 即是說富爾斯克州 幾乎可以肯定 會肯定慘遭俄羅斯 直至烏軍無法再抵抗為止 基本上俄羅斯 不是在打仗 基本上他是在 用 所有的 即是 火炮 瘋狂地摧毀 城市 坦白說 你對著一個這樣的垃圾國家 其實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真是珍惜人命的話 絕對應該將獨裁者斬首 獨裁者斬首 就是對人民 是最大的引詞 包括俄羅斯人民在內 因為如果普京政權立即被瓦解 其實俄羅斯是 不用死那麼多人的 包括大量的平密 所以不是開玩笑 又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電車難題 你容許 邪惡政權 繼續在這裏示弱 他 擺明居馬 敢跟你說 富爾斯克州我不要 我要把他全部炸爛 你想想到底 邊境戰線 俄羅斯的地區到底人民是怎樣生活的 坦白說 我仍然 是覺得 長痛不如斷痛 其實你再把 戰士拖下去 其實倒不如 你真是 盡快想辦法 攻佔莫斯科 你再拖下去 11月 不知道是誰上台 然後又說搞和談 俄羅斯就採你也傻 你佔領了那些地方 我就密集炮火 瘋狂轟炸 北韓在我背後 弄武器 中共後面給錢 基本上整個 接下來的國際局勢 美國的形勢 又變成了 選舉 議題 但是 在歐洲這一邊的人命不停在傷亡 我的看法也是很簡單 你不去瓦解一次俄羅斯 其實這個世界永遠都不會太平 俄羅斯侵略了多少個國家 你自己數一下 多到數都數不完 我們也幾乎同時可以肯定 如果中國大陸 對外發動戰爭 武統台灣 中國大陸的平民死傷 中國共產黨肯定是不會來的 其實不少的俄羅斯人民 現在已經相當之後悔 因為如果不是搞武統烏克蘭的話 也不會搞到 被打回頭 更加不會被自己的軍隊 瘋狂地在後面自己 開火 好 我們這節 也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 我們這節時間暫時說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就很高興 之間 以為別人的酒店負責人 在稍為 請你